喔這真的不能聞 這真的不能聞 這要直接吃 葉菜 NO!妳要來 慢慢來喔 我現在喝水 妳慢慢來 這個真的 我不行 楊維茵 歡迎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維茵 老實講 我很期待今天 因為我自己對美食 其實是 我不是很在行啦 因為我吃的東西很簡單 所以妳可不可以沒有吃過飯過吧 沒有沒有沒有 新鮮我們也有地獄的食物 也有現糖的食物 新鮮帶的東西 我本來每場在我們一起合作 我本來買這些東西 是因為我覺得我回台灣之後 每般販賣也一直回餐 希望我能回飯過去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都是現糖的食物 我超級喜歡 喔 好 好 然後妳跟我們講 妳覺得是現糖的食物 我可以吃地獄的食物 如果是天堂的食物 我問一下 我自己可以買得到嗎 不一定 我不確定妳回住就喜歡 我自己有什麼樣子 好 好 好 那我來開始吧 YA 登登 驚喜 我要超前了 YES 等一下 不好吃的東西妳也敢吃嗎 我都敢吃 但是我的接受 上司是世界上最高的接受 我什麼都敢吃 那好吃的我就留給妳吃 超好吃我就喜歡吃的 綁帶陽起色 喔 陽起色 是今天給我吃的 快點上 快點上 哇 這是天堂吧 還是我說得太早了 還有什麼外味嗎 你看看就很好吃 我從小就非常喜歡去 辦一個市場 賣很熟的起色 妳加油的 來吧 小小一點點這樣 妳不想吃就不吃啊 但是我還在給妳 不會 我會吃 但是我怕吃多 其實我不覺得妳不吃 我也會吃 好 這個我可以 乾杯 吃吧 我沒有吃過這樣的 妳當然沒有吃過啦 好難形容它那個起色的感覺 就是比我們平常 市面上餐廳裡吃的 大概濃個20倍吧 它雖然臭 可是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大概有個8.5 8.5 它在嘴巴裡面混很久 那個味道 你已經混下去以後 可是 對 你還是嘴巴裡面會有起色的那個味道 對 好酷喔 不錯吧 前桶啦 喜歡喜歡 開心 下一道 我覺得今天應該都是甜糖啦 我不要啊 快點啦 沒有 它腳尖一下啦 不行耶 主委也不能不喜歡啦 來啦 雲鳳湯 雲鳳湯 很辣 而且它真的很好看 謝謝囉 你看上面 妳有那個小麵 馬卡龍耶 它好像切一半 那馬卡龍 已經 那麼小 可 這個好吃啦 超好吃 這個是 法國 滿高的程度 很開心台灣買得到啊 希望我可以分享一下那個地址啊 我來看看 好好吃吧 這個我給9分吧 9分 就像9分 這個我有10分 這個我有10分 它的酸度剛剛好 不會太酸 重點我才吃到馬卡龍而已 就10分了 那我看一下馬卡龍 他們都在流口水啊 你看看 酸又夠酸 這個應該也可以吃吧 這什麼好吃 那你已經給10分了 很厲害了 第三道 我該不會好吃的都吃完了吧 這個我有吃過嗎 好像沒有耶 油蜂鴨 油蜂鴨 幾根肉都要一起吃吧 好 台灣的蠶粉 老闆有住過法國 但不是法國人 但是台灣的 我吃不太出來 跟一般的鴨有什麼差別 啊 啊 啊 因為台灣的鴨也很好吃啊 你多吃一點啦 不行 啊我就吃不出來 有什麼差別咩 跟台灣的不一樣吧 不行 我拒絕耶 這個翻譯 嗯 沒下別咩 知道了 就很好吃 沒有錯 很酸是地獄吧 不算 也是好吃的 那你給我幾分 來個6分吧 6分 好低喔 就是比較 對我來說比較沒有那麼特別 下一道 有Cashure 錄影嗎 等一下 小朋友好急耶 很急啊 好可愛喔 來吧 有來起司啦 最後一個 卡門貝爾起司 你今天是想要用起司嚇我嗎 是的 你嚇不到我呢 這個應該是最重的 比我們在班尼 就是法國人 懂裝車的 有啦我看得出來啦 重多了 這包裝上這個女生蠻嚴肅的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就是啦 要小心 小心一點 好可怕啦 你看 我的天啊 會放在一個盒子裡 因為 要不然潮溯會 潮溯裡都聞得到耶 我給你中間 是不是他的味道最重 我覺得是 這真的不能聞 這真的不能聞 這要直接吃 一二三 不要耶 慢慢來喔 我現在都吃了 你慢慢來 這個真的我不行 這個 這個 這個剛好是我喜歡的 你笑什麼 這個是我喜歡的 他很開心整道 這個中菜好吃吧 可是他好像有點超過耶 沒有沒有 他真的是這樣 你確定你沒有多買個兩個禮拜 沒有 但不會過去耶 這是不會這樣會值得 你確定你沒辦法接受這個味道嗎 沒辦法 沒辦法 太重了 不要太好 不要太好 你希望給我三分 就給三分 好 那就三分 OK 最後一道 希望你不會去鐵桶啦 我們帶來地獄吧 鍋牛 你說鍋牛 法式 法文怎麼講 中文怎麼叫那個 因為你念牛 法式蝸牛 OK 因為我聽說鍋牛 我剛剛說鍋牛 我剛剛說鍋牛 因為帶我手鍋牛 好像有松露的味道 我們的炒鍋牛 我們就是三杯 喔 三杯鍋牛 三杯鍋牛 OK 比較嗆 然後稍微微辣這樣 然後也有分軟的跟Q的 它是軟的 當然是軟的 你確定是硬的嗎 脆的嗎 真的有脆的 有嗎 這個 讚 你看 其實蝸牛 有時候沒有處理好 它會有一個腥味 嗯哼 但是這樣子做 其實基本上 口感很豐富 吃不太到 蝸牛的味道 對 所以我應該會給九分 九分 九分 這就是你的 精彩的冠軍吧 是吧 因為我喜歡這種炒 它不是你跟檸檬乾 你給了十分 喔 因為它是甜點啦 哈哈 好 韋妮我問你一下 因為你生辭發行一個傳輯 已經四年了 四年前了 欸 好久不見了 哈哈 你是不是斷了很久耶 其實我們也是有延後一點 因為疫情 然後我們就有稍微把時間 再抓到更適合的時候發行 OK 因為如果疫情期間發片的話 很多活動我們都不能見面 搞不好我們現在還要戴護照啊 工作啊 什麼的 然後其實 呃 這期間 四年期間 我覺得也沒有白費 就是也可以好好的 用心的準備一張專輯 因為其實之前 有的時候做專輯太趕 你還沒有真的 也許是我比較慢 就是我要投入一個作品 我要花很多的心力 然後要一直想 一直練習 那這次我覺得身心靈 各方面都預備好了 所以就有了這一張專輯 名稱叫做 好好對待他 嗯 所以 my friend 給我留言 我非常的相親啊 好啊 等一下我包容都是起司 哈哈哈哈 好 我的心 換上真心的日曆 每天到夜與自己 幾傷心 幾彩心 幾繁星 感覺對應出世界一 日子如隔而行 你會唱中文歌 我給你一百販我會 你會唱什麼中文歌 我們應該要來合唱一下 我們應該要來合唱一下 哎呦 我們要跟大國人合唱過 那我這個會的是 張惠妹的忍智 哈哈哈哈 你別笑啦 你會唱忍智 我欣賞用力的開場 讓一切灰燈在這箱之上 如果愛是說什麼 都不能放不成長 反正我也 沒唱 謝謝你向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會很開心 沒有 想高興跟睡醒 真的 謝謝你帶好吃的東西給我吃 除了那個起司豬 哈哈哈哈 沒關係我們有放棄欣賞啦 對 大家也要記得去今 大家有興趣專輯 好好對待他 也支持韋紅的頻道 謝謝大家